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希哲若患的口当中 他说 那从天上来的超越万有 从地下来的属于地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立 天跟地 地就是我们人类人间的事情 天是天主的事情 所以他说 那个从天来的 他可以讲天主的事情 因为他看到听到天主的事情 但是只看到人间的事情 他能够自在所看到的 在人间的方面 我们提到主耶稣的复活 从人间的来说 也许只能说分母是空的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历史是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记录 因为历史是从人间的来说 需要证据 需要看这个 需要有没有人去跟 这个复活的主耶稣看 我们现在分母 有没有可以找到 复活的主耶稣的什么证件 也没有 历史当中是没有办法看得到 但是信仰是另外一个角度 信仰是会看到这个复活的东西 其实这个差别不只是面对复活 这个是会最重要的事情在一个生命当中 你就想一想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这个爱 你能说好 那个人非常爱我 我知道 他送我蛋糕 他送我苹果 他送我这个 他送我那个 我知道这个人很爱我 不一定 那个人可能要你为他投票 他就是要给送你很多东西为拿票 他不是真的爱 但是如果真的 你觉得这个人爱我 你会总知道那个人的爱会解释 如果知道那个人实际上就是要离异 那你会总另外一个解释 两个是可能的 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先看那个人的爱 我没有办法只是用聚集的行为来算 因为爱不能算 爱是超越可算的东西 生命也是 你可以说某某一个人在哪一年出生 在哪一年是在某一年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全部出说 但是你还没有 这个人不会出现在你头脑当中 但是如果你认识那个人 你曾经跟他见过面 你会有跟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最重要的事情在生命当中 不是在书上所写的这个字 而文字 最重要的是我们信任在发现 跟别人的关系整理的 我们发现这个人可靠 这个人可以爱我 这个人很好 这个是没办法去算 算是反而会开始破坏这个关系 所以在这里是说 天主的事情 是这个灵修方面的事情 这是天上的事情 这个跟底下的事情会不一样 不一定有冲突 但是是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我们需要天主 帮助我们有这个天上的制度 而在这个 那不应说 父爱子 并且把玩偶归于他的手当中 所以是在信仰爱 然后得到永生 但是加入呢 我没办法进入这个 我完全拒绝 那他说 天主的音律藏在他身上 这个这句话 我们现在不要太过分地强调 但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 就是如果一个人 完全拒绝看事实 那你没办法 如果你说这个人对我很好 他做这个做那个 我不相信 他就是骗你啊 那你怎么改变这个人的看法 有一些人会说谎 那他说谎啊 很明显知道 最近有一个外交部部长 说俄罗斯没有 就是没有侵略 那个乌克兰 是乌克兰到我们 也有人说这句话 是不可能 这个都笑他 一定是说谎 所以他没办法相信 真实的东西 那如果你没办法相信 那你就卡住自己 在这个不信任的 一个态度当中 我们祈求天主 让我们的心开放 是能够听 真理 是能够知道 天主的事 是开放对天主的爱 他的永生 他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